游览完鹿江第一弯 我便回到丙中洛镇子中心 第二天清晨起来 我驾车前往丙中洛的另一处秘境 乌里村 乌里村位于丙中洛镇的北部 大约5公里处 前往乌里村会经过石门关 这是鹿江的峡口 当地人称为纳伊墙 意思就是神仙也难通过的关口 鹿江到了这里 江水夺路而出 在这里拐了一个峡口 一个小湾后再往丙中洛流去 现在已经来到了乌里村对岸的观景平台 这里看过去真的是人神共居 先进乌里啊 现在要走回到下面的那一座人马吊桥 过去乌里村 因为中间还隔着一条鹿江 人马吊桥 这座人马吊桥是一座新桥 但是它依然是通不了汽车 只能从上面的阶梯下来 只能从上面的阶梯下来 走在这座人马吊桥上面感觉风特别大哦 其实这座桥还是新桥 老桥是在上面 还有几公里 鹿江水非常的急啊 哇 风好大 江对岸的公路就是丙茶茶公路了 但是这一段还是相对比较好走 如果说再往上面走的话呢 就是烂路了 这一段人行步道明显是为游客新修的 用石头铺的相对整齐的路面 仿木的围栏 鹿江的天气就是这样 阴天的话呢 空气会非常凉爽 但是如果一旦出太阳啊 就会非常热 你看铺地面的石头啊 就是就地取材的 到了第一座房子 但是是旅游公厕 纯木头搭建的 好精美的一座石拱桥啊 哇哦 终于到了 物理村 看起来才这么一点距离哦 但是真正走过来啊 还是需要费一点时间的 鹿江对岸的那一座正在建设的建筑啊 就是物理村的游客中心 车子啊就是放在那里 这一片原来啊全部都是种玉米的 现在呢已经被收割起来了 把玉米杆子啊全部都放在这里了 下面一片都是绿油油的植物 是和这边一样的 不知道种的是什么 这边还有一座没有搭建好的房子 非常原生态的木房子 用来盖房子的木头 这里的村民还养了一些鸡 你看这些才是真正的走地鸡啊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哦 你看这里有好几栋 非常原生态的木房子 走 我们过来看一下 我一路走过来都没有遇到本地的村民哦 你看家家户户都是门关着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拴码的 整个村子就是建在一个斜坡上面哦 你看那边就是物理村的制高点了 等一下上去上面看一下 现在又下起了毛毛雨 但是对拍视频呢 不会特别影响 由于他们的房子都是木头的嘛 所以呢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有这个消防栓 但是这几间房子啊 好像都没有人住 一棵紫微树 非常漂亮哦 物理村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宁静美丽的小村落 村里约有60户人家 有藏族 怒族和利宿族 在这里和谐共处 物理村的美丽足以让所有人惊叹 这如梦境般的地方是如此的清新脱俗 我想用任何华丽的语言来形容它 都是苍白的 走在村道上我正纳闷怎么没有看到一个村民 正在这时突然走来了两位小朋友 小妹妹你好 回家吗 你家在哪里啊 我可以去你家参观一下吗 好 跟你走 走 呵呵 小弟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老爺 你们这个篮子用来装什么的呀 装喂猪的草 还有装一些木骨 哦 走快一点吧 下雨了 走 两位小朋友非常热情好客 可见这里的村民是何等淳朴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李妹亭小朋友 你爸的摩托真漂亮哦 还有这些东西做装饰 他们的车 哦 哦 摩托车骑到这上面来啊 走进小姑娘的家里 眼前的场景我并不感到陌生 谢谢小妹妹给我倒的茶哦 平时就是用这个来烧水吗 烧水做饭 是的 烧水做饭哦 你看这个胡子都烧得这么黑了哦 在房子的中间烧火 上面都熏黑了 这间房子既是火堂间 也是厨房 在屋子的中间生一堆火 可以烧水做饭 在冬天也可以取暖 虽然房子里略显简陋 但是一家子生活在这里 也算是其乐融融了 大叔我出去外面逛逛了哦 好的好的 好 谢谢您的茶 不谢不谢我 好 再见哦 拜拜 村子里面还有一个篮球场 两位小朋友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石砸垫 但是没有开门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村子的活动中心 这里还有两张乒乓球台 这一栋木房子就是相对比较新的了 它的做工会相对整齐一些 这个位置就是屋里村的制高点了 可以更好地看到诺江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村子里面只有很小型的狗 没有大狗 那是因为当地的政府现在已经不准 村民养那种非常大的狗了 因为这里经常都是有游客过来的嘛 如果说一旦咬到游客 或者说对着游客不停地在飞 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 我觉得屋里村这个地理位置 比起桃花岛还有诺江第一弯 要好太多了 因为这个村子隔着诺江对岸就是219国道了 而这个桃花岛还有诺江第一弯所在的村子 需要从219国道下来之后 走很长的路 才能够到达村子 而且那两个村子还在峡谷的谷底 而这个乌里村几乎跟219国道是平行的 现在沿着村道往北那个方向走去 去看一段非常惊险的茶马古道 这里面有一座佛塔 这些棋子就是藏族的金帆了 这条路走来走去啊 走错路了 爷爷你好 请问茶马古道怎么走 上面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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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沿着那条河走啊 上面那条路 是沿着河边的那条路吗 哦 好 谢谢啊 刚刚走错路了 走到这下面去了 大家来到白塔这里啊 要往右手边走 中间还有一条路 不要往下走 要往这边走 这下面有一个河滩很漂亮 这条河是怒江的支流 这里的水要比怒江清澈多了 这下面有一个木质的水轮 这座小房子就是模仿了 阿怒墓里小卖铺 但是没有开门 继续往茶马古道那个方向走 这一段茶马古道是被重新修整过的 所以非常的整齐 就是这一段了 在崖壁当中的茶马古道 看起来大概还有500米左右 继续往前走 这一段路还是相对比较好走 这里的天气一时出太阳 一时下雨 阴晴不定 现在进入一片崖壁当中的小树林 这一段还不算是特别惊险 因为下面有树 你看再往下就是怒江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棵松树 在这个石头缝隙中长出来 生命力真的是非常顽强 一块小小的牌子写着注意落石 随时会有石头从上面滚落下来 所以大家走在这条路上要特别小心 这一段路有点意思 它们是用从山壁上采来的片石 当作护栏 但是这个护栏是比较矮 大家千万不要坐在这上面 因为它不是很稳固的 下面也是没有水泥 就是直接叠放在这里 这一排矮矮的护栏其实也是为了 保护行人的安全 因为一旦滚落下去的话呢 也是相当危险的 你看就是这样一段 在崖壁当中啊 凿出来的一段古道 有些石头还是特别矮的 如果说个子高一点的人 需要特别注意 这一边就是物理村了 刚刚就是从村子里一路徒步过来 非常美丽的陆江 你看有些地方还在滴水 其实这一段长马古道啊 在解放之后呢还经过了拓宽了 以前呢是比较窄的 你看这边的口子呢是比较新 刚好新凿出来的石头啊就可以用来做护栏 所以这一段长马古道啊看起来呢就 没有像以前的那么惊险 也没有那么古老了 但是游客走在这上面啊 就会更加安全 可以想象当年的茶马古道啊是有多么的惊险 要是从这里滑落下去啊 命都没有了 前面是有一座陆江大桥 等一下呢从桥上走过去 回到我停车的地方 哇 这棵树的树根啊 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啊 非常的奇特 同一个地方啊有四座大桥 但是这两座桥啊是同一个地方重合的 下面一个桥面 上面一个桥面 但这两座呢都已经是废弃掉了 不能够再通行人了 上面那一座呢是可以通行人 但是应该不可以通汽车 可以通摩托车 上面那一座呢就是大的桥 是可以通汽车的 这座老桥的桥墩都已经被废弃掉了 桥面呢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这里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地方啊 但是呢缺乏维护 还有一些棚子架子都是烂在那里 物理人往这个方向就是物理村了 就连这座桥的桥面都烂成这个样子了 大石头呢就是堆在桥的前面 这座桥的名字是叫做泥大当汽车吊桥 原本是可以通汽车的 你看这两边呢就是汽车车轮走的地方了 但是呢确实是缺乏了维护 这里应该是被一个大石头给砸到的 这一座泥大当吊索桥啊 即使是能够通汽车啊 车子也走不到物理村 因为这山壁上啊就是茶马古道 不可能把这个茶马古道给毁掉 你看老桥的桥面烂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场景呢真的是非常奇特啊 应该算是三桥同框 因为这边说它是两座桥啊有点勉强了 这边这条溜索啊就是这边高那边低 另外一条溜索啊就是这边低那边高 以前在没有桥的时候呢就是要从 这条溜索上面啊溜过去 真的是命悬一线啊 现在就沿着丙叉叉公路 回到停车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